French Louise 好 那個毛語 現在是 華盛頓時間 這個六月 六月九號的晚上過了半夜了 六月十號的早晨凌晨 四點鐘 多少事啊 從來幾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因為現在的關鍵時刻,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這句話大家都知道是史記上那個司馬遺在史記上楚元王世家說的那句話。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現在各個國家的領導每個人都在思考著一個天下大事。 中國向哪裡去? 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個戰爭總結來結束。 美國現在這個合眾連橫下一步。 目標在哪裡? 前兩天就是6月6號在洛杉磯開了一個美國崩會。 這個是一盤棋。 這盤棋總的來講, 看起來叫成也拜登, 敗也拜登。 想要把這個架子打起來。 現在難民洶湧通過, 就是浩浩蕩蕩蕩。 就像就是, 這個擁造了這個門。 美國和墨西哥這個邊界。 這個有點像中國這個逃港, 逃港潮。 現在就移民潮。 美國現在經濟並不景氣, 但是那麼多移民過來是幹什麼呢? 就要實現他們的美國夢。 美國處理這個移民的問題。 有幾個。 有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不一樣的態度。 但是我們呢, 現在來講呢, 怎麼來解決這個移民潮的問題? 這個, 我就想到了, 我是這個, 這個, 在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移民潮, 這個第一線的, 也就是在深圳舌口, 舌口這個地方就是逃港的移民潮。 在這個地方, 遇及了很多人在逃港。 每天都有死人, 在這個海, 海灘上每天都會有死人, 就是游過去逃港。 因為這邊窮。 你為什麼逃到要把香港進去? 窮啊, 窮則思辨啊, 所改變一個環境。 為什麼墨西哥, 這個人都是一樣的嗎? 是吧? 為什麼你美國人就富裕, 而我們墨西哥中南美洲的人就貧窮呢? 所以說就像中國改革, 中國改革開放移民潮, 為什麼我們就是平成呢? 一天只賺幾毛錢, 幾分錢。 那麼, 你香港呢, 一天只賺個幾十塊錢。 幾十塊錢。 所以我們, 時也要去, 跑到香港去啊, 去混一個那個什麼, 混一個那個什麼, 人往高速走, 水往幾處流嘛。 人挪活,樹挪死嘛。 所以這種情況下, 向往美好生活的這個心情, 每個人都有, 都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理解。 我以同樣的同理心來理解, 加勒比這個移民, 就是, 同, 就是, 就是, 合法大鬧移民潮。 這個來講呢, 既是加力, 怎麼把這種危機, 也是危機。 怎麼來處理這個危機, 這危機處理, 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時代。 我今天來講呢, 主要是, 現在是面臨著中期選舉。 美國, 因為我站在美國這個立場上, 做一個新的美國移民, 也就叫做新美國華人, 也叫新美國中國台灣人。 我怎麼來想? 我考慮的是, 現在有, 我站在拜登的角度上, 考慮的是, 天下有四件事。 站在共和黨的角度上, 我考慮天下也有四件事。 我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上呢, 北京, 習近平的角度上, 天下也有四件事。 人, 這個, 人無遠利, 並有近憂。 哪四件事? 重要的, 而緊迫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重要的, 但不緊迫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 不重要, 但是緊迫的事情。 第四件, 不重要, 也不緊迫的事情。 人的認知是有差別的。 人與人之間的差別, 最大比認知的差異。 那麽有的是, 是以人為中心。 比如說, 拜登他就想著自己, 以我, 以民主黨和我這個拜登總統, 我自己, 以我為中心。 我, 我, 我的最大的考慮, 就是我能不能交出, 中級選舉的一個業, 亮麗的一個業績。 我, 我如何來, 取信移民, 是吧, 做出我的政治呢。 我政治交代不了, 我就要面臨著, 跌腳。 就是, 政令不出白宮, 就未來的兩年, 或者未來的幾年。 我的政治, 也就是這一輩。 79歲的, 拜登這個政治生命, 如何來, 總結。 如何來寫, 來寫結論。 這個, 就畢業了。 那麽, 特朗普, 共和黨, 那麽來, 來解決當前的危機。 怎麽利用現在, 拜登現在處理問題。 出現這麽多情況。 是好, 是壞。 是利空, 還是利, 是利好。 這個問題, 就在於你, 如何來運用這個, 運籌, 運籌這個事情, 來做這個準備了。 每個人都在準備自己, 發揮自己的, 尋找自己發揮這個舞台。 我剛才呢, 我兩點鐘就起了, 我昨天晚上起, 十點鐘的時候就躺下來, 我再想。 有一個比喻。 諸葛亮, 有個叫出師表, 有前出師表, 有後出師表。 他就說呀, 跟這個成本不一。 他為什麽要出三呢? 因為他覺得天下大亂了, 現在到了它, 二十七次之後, 他覺得, 他現在應該苟立國家生死矣, 其營獲福必屈臻, 就應該出山了。 出山來的, 要輔佐, 諸葛亮就是一個, 輔佐, 天下, 哪一個人, 就看這個, 君君臣臣, 吳吳吳吳吳, 要找一個人, 我能幫助一個人, 成就一番事業。 哪些人能用我? 哪些人不能用我?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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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之財啊, 也要選擇, 自己的幫手。 而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人人之事呢, 也要選擇自己的組織。 說的是別人呢, 就不說了, 我們說自己。 每個人都在, 選擇自己的貴人, 選擇自己的, 要做的目標, 要選擇的目標。 我選擇的目標, 我在, 我在生下來不久, 三歲逃難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我自己的目標了。 76年前啊, 也就是1947年, 我的父親在台灣省, 物資, 物資調節委員會, 進出口客, 做客長, 做鄉民。 就是負責這個, 228事件以後, 這個, 進口, 從美國進口, 這個物資, 進出口物資。 大家一想, 這個進出口物資, 這肯定是個本權。 我父親剛到退伍, 那個服員, 回到台灣的時候, 拿的是本行, 是叫做汽車工業學校, 做教導主任。 因為他原來在, 民國政府, 中國陸軍第一坦克學校, 第五期學員, 第一月以後, 到了甸緬公路上, 去搞運輸這個, 美國, 從緬甸啊, 從那個, 運作加爾格達, 這些港口, 運輸一些物資, 通過陸路啊, 運到中國大, 中國這個, 雲南昆明啊, 還有這個, 山城重慶, 就和烏克蘭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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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運輸的物資啊, 是用這個, 基本上也是這樣的性格, 你其實要用飛機, 運到某一個港口, 波蘭一個, 某一個港口, 然後再通過這個, 這種, 這個路上的這個渠道, 來把這個物資運到, 烏克蘭這個, 軍隊的手裡, 特連斯基的手裡, 我父親就是搞這個, 運輸隊長這個, 這個工作, 帶著車隊, 冒著千棟, 千棟彈警來做, 現在另外, 這個戰爭當中呢, 想到我父親, 當年這個, 這個危險性, 就是, 就是更容易, 更加具體了, 那麽我們今天呢, 考慮的問題, 那是, 微觀的問題, 怎麽運輸, 怎麽把, 美國的物資, 運送到, 運送到這個, 烏克蘭守軍那個手裡, 這個問題, 我今天就不去討論了, 方法來講, 他們有具體的, 用具體的事情, 來做這個事情, 我所討論的, 我所思考的, 我, 經歷了這麽多事情, 76年事情, 我的目標是什麽? 我的目標就是, 統一台灣, 我三歲的時候, 1949年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將來要回來了, 這種兵荒馬爛的時候, 我走, 我是中國, 台灣生人, 在這麽多年, 我離開台灣, 將來總有一天要回來了, 怎麽回來, 我不知道, 我就想, 我就一定要完成, 讓台灣人民過了好日, 讓台灣這個土地呀, 沒有那麽多戰亂, 沒有那麽多戰亂, 不要在那個水生活的之中, 我三次不走了, 但是我有, 我知道我是難民, 我父母呢, 從基隆港上船, 到了上海, 上海正在那個, 上海正在那個, 上海那個, 叫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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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 那個設備, 就展開, 要互廠, 就互廠, 就互廠, 台灣人不過, 準備炸掉工廠, 炸掉一些那個, 廢, 棄, 棄層嘛, 放棄了那個, 上海, 就準備炸場, 這個時候就, 有很多, 這個, 這個時候的, 上海人民呢, 就保護這個工廠, 就像現在, 台灣如果要去解放台灣的話呢, 民進黨政府也會去想辦法去炸掉台積電, 炸掉台灣的一些企業, 炸掉台灣的一些工廠, 要廢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台灣變成一個, 這個就叫做, 廢墟, 讓台灣變成一個, 一片廢墟, 現在呢, 2022年, 現在是6月10號, 這個, 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和1949年的, 4月份的形勢是一樣的, 或者是說, 和1949年的6月份的形勢是一樣的, 差不多, 現在正分量, 運輪著一場戰, 一場戰爭, 一場戰爭, 因為現在本身就是戰爭進行時, 現在叫做, 這個戰爭叫做, Sivir War, 也叫做, Republic of Civil War, 就是中華民國的內戰, 過去叫國共內戰, 現在叫台海內戰, 就是為了解放台灣這個內戰, 用的不對, 因爲什麽呢, 好像是, 解放台灣, 不是說, 採訪轉中大陸呢, 因為現在是, 現在是中華民國的內戰, 這個, 這個, 民分已經定了, 是, 民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 代表中華民國, 人民解放軍的, 現在的歷史任務, 就是解放台灣, 那麼, 過去, 這個, 1982年的時候, 這個, 鄧小平提出,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不接受, 就叫做, 敬酒不吃吃罰酒, 那麼, 現在呢, 你, 40年了, 現在不但是, 這個戰爭沒有結束, 敵對這個情形沒有結束, 台灣的第一號, 這個, 這個, 敵人是什麼呢, 是中國, 中國大陸, 中國人民解放軍, 也是中央政府, 要統一台灣, 習近平呢, 認為現在呢, 要求本, 要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台灣模式, 19, 那個, 2019年, 提出這麼, 最後一個, 最後一次提出, 給你提出那個, 對台灣喊話的時候, 喊話的時候提出的, 五個優惠條件, 融合發展, 現在, 蔡英文呢, 一口回絕了, 四個堅持, 堅持, 中華民國在台灣, 四個組成立的國家, 一樣, 堅持, 台灣, 與, 中國大陸, 對等談判, 堅持, 台灣人, 治理台灣人, 堅持, 啊, 這個, 台灣的民主, 啊, 這個, 制作, 。 那麼, 首先, 第一個叫做,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個國家, 這個, 沒有, 除了, 十四個, 現在還有十四個國家, 實際上還有十四個國家, 這個, 承認你是, 啊, 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 沒有人成為, 就是國際, 聯合國這個, 國際大家庭, 不承認你是一個, 有主權, 不承認你有主權, 這個主權是虛放, 是你自己授予的, 自己給自己授權無效, 在法律上來講是無效的, 無效的權利, 美國呢, 作為美國, 作為一個, 聯合國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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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頭羊, 美國不承認, 台灣, 現在的當局, 是政府, 不承認, 不承認你是蓋爾門, 承認, 這個概念是法律概念, 一個美國來承認, 它是一個,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 它一個政府, 美國的, 包括美國人民和美國的主政黨, 不承認你台灣是一個, 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 那麼它承認了什麼呢 承認你是一個民間的關係 就是對抗中國大陸的一個武裝集團 認為可以把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 原來在1979年1月1號以前 我承認你講這時曾經是代表中華民國 但現在因為你失去了大陸的控制權 你具有代表中華民國固有民土的權利了 你沒這個能力了 也就是說你的實效性已經作廢了 過期作廢 失效了 沒有效率的權利等於不是你的權利 代表中華民國的權利不是你的權利 是誰的權利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權利 是全體中國人民選出來的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控制台灣的權利 反過來講 你不解放台灣 你國家主席 就沒有資格不信職 法律是這樣規定國家主席的 職責的 法律規定你的必須完成的事情 這個叫做你的職責 你的使命 你必須去完成 而且必須做好 法律沒有授予你的權利 你就不能去做 你做了就違法 要受到追逐 真的是法律讓你去完成國家統一的事情 你不去做 你就違法 國家主席就違法 違憲 軍委主席就是失職 你就在任內沒有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 這個你就不称職 就不適宜再繼續連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 這是法律和憲法 一個最起碼我們要建立的法治國家 我們要建立的是共和國是什麼呢 共和國是講法治的 講民主的 這個共和制就是 制度它是有任期制的 它不是連任的 不是皇帝制 不是專制 專制我可以 我有權力 我有軍隊 我可以鎮壓 共和國它是人民當家做主的 是講法治的 是以憲法為法治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 1911年領導了辛亥革命 推翻了滿清帝制 就是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的專制的國家 成立了一個共和國 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但是這種呢 由於啊 這種歷史的一種文化 潛移文化的一個 在這種呢 黃帝的思甲 專制的思甲 一直 是吧 甲變成了乙 乙變成了 就是不斷地在這 包括孫中山 要四萬萬人民當黃帝 這個黃帝的思甲 就是一種專制的思甲 就是一種獨裁的思甲 關於1949年的中華民國 和新代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 一字不差 後來 這個 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 討論的時候 出現了三種意見 一種認為是中華民國的簡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華民國 要人用 另一種認為呢 可以寫這個簡稱 不用中華民國 就用人民的中華民國 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但最後呢 那個 那個 黃延培啊 當然 就寫 中華人民 還提出了 中華民主國 這個呢 感覺到 這個字比較簡短 還是 中華民國比較簡短 嗯 對 最後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是 師徒啊 師徒啊 師徒學堂 他也提出來了 如果叫中華民國 就使人就想到 蔣博世 做了那一切 反人民 反民主的那些 那些斑斑劣跡 所以說還是叫人民的中華民國吧 叫people to the time 搖滾菜 毛澤東當時和董病武這些 作為一個在法律上來講的 經驗並不成熟 沒有經驗 特別是在國際法這個認知上 認知有差距 有落差 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一個確認 必須經過聯合國這種法律程序 這個東西 這個是憲政這個體制 和共和國這個體制 在中國來講是個新鮮的東西 過去都是認為皇帝 皇帝就是我打著江山 我說了很算 誰打著江山 誰就做江山 現在是 現在是人民打下江山 應該是人民做江山 人民做江山靠什麼 靠的是民主和法治 美國公民陸籍的一百道題的第一個條 第一條叫做什麼是美國的民主制度 那麼答案是 the constitution 美國民主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constitution 就是說憲法 就是說憲法 美國的憲法 是人民民主的最高原則 那麼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一個共和國提出來 它國情不同 但是也必須要最終要走向法治的共和國 現在兩岸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在法治這個問題上 民主有餘 法治不夠 民主 真正民主的價值 法治的價值 沒有 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嗎 不是 是個詐騙集團 組成的一個國家 不是國家 說錯了 自稱為所謂的國家 首先 蔡英文就不承認她自己是中華民國的 這個 十四億 中國人民 她不承認她自己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她認為自己是另立別類 她另類 她是中華民國裁判我 所以 蔡英文的這個 法學的博士論文呢 為什麼不及格 我看她這個水平 真是 不夠一個博士的答辯 邏輯不清楚 法律關係搞不清楚 法律關係搞不清楚 法律定位就搞不清楚 民憤不知道 什麼叫做 定名指針 你把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政 你把憲政中華民國的四個字都沒有解釋清楚 台灣是 這四個字 台灣省這個定位都沒有搞清楚 你把台灣省 裝一個國家 裝一個國家 這個就搞錯 把兒子當老子 老子當兒子了 所以 備份混亂混淆 概念混淆 甚至 蔡英文連台灣關係法 美國都 SBT 這個關係法 都沒有搞清楚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不是中國的憲法這一部分 不是中國的憲法這一部分 也不是國際法聯合國憲章的一部分 沒有一點關系 跟中國的解放台灣沒有一點關系 美國國內法沒有保護台灣的義務 只是跟你說 我可以提供你台灣的一些防備設備 沒有幫助台灣人民來抵抗解放台灣的任務 美國的國內法 按照國內法的條件 我只能說 你是國內人民 你到了美國的地盤上 他可以享受 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內 你享受 美國人民 這個 助於這個 通過這個 法律的 這個 保護的一個條件 就六項保證 是保護你在 台灣人到了美國 可以享受 這個 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內 可以享受這個條件 美國的範圍 不具有在 中國 中華民國 台灣的地方 不具有任何的影響力 和權力 沒有任何法律上賦予的權力 你台灣關系法 只是於美國的國內 國內法 這就是法律定義你的才有 法律受於你的權力 法律沒有受於你的權力 就沒有 就法律上沒有受於你 美國關系法 可以長臂管轄台灣 所以說呢 如果解放軍 那個 那個 收復台灣 不要說 現在是 不要說美國限制 開不進來 它沒有法律根據 它開進來 至於你 澳大利亞 日本 你憑什麼到中國 這個地圖 地圖 要不容微啊 你憑什麼介入啊 你介入了 必然會 遭到長城 這個東風 二十一這個 東風那個導彈的封鎖和打擊 沒有任何含糊的 不需要解釋 國際法 有 你侵犯了 啊 侵犯了國家的 別 中國的 中華民國的 國土 你到了這個 領海這個 這個範圍內 那麼 就有權利 你參與了這個 分別 我就有權利 就進入這個 封鎖狀態 我就有權利 可以 我有法律的 這個 我把你打 消滅了 就像在美國 美國 有這麼一個 自衛原理 這就是自衛 你到了 你 任何陌生人 不經同意 你侵入了 侵入了那個 別人的 那個院子 私人領地 這個院主 用槍把你打死 有權自衛 打死 這是合法的 不受法律追責的 你闖入了別人 私人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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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不可侵犯 中華 那個 中華民國台南省 你 你如果侵入這個領地 你的軍人 你的軍艦 你的軍機 你的 侵入這個範圍 範圍 就是 作為中華民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 有權力 有法律權力 可以把你消滅 就像是 我在美國 可以用槍來把你闖進我院子裡 你闖入了我的私家領地 這一點我要跟 這個 這個 中國 這個軍人 中國 這個 中央軍委 就講 這個 在這個 戰爭情況下 還不要說戰爭情況下 在任何情況下 你 外 就像 那個外國軍隊 軍機 闖入了你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主權的那個 領海領空 都有權力把它擊落 盡量 土耳其 那個什麼 把擊落 擊落那個 俄羅斯的軍機一樣 你作為一個軍機 去 飛到我那個 那個 領海領空上 你就是 擊掠 我就可以有反 可以 採取自衛措施 任何自衛措施都可以 所以說 你現在 你太客氣了 你太仁慈了 你太仁慈了 這個仁慈呢 叫做 叫做什麼之人呢 叫做 楚霸王的 富人之人 國際法 賦予你這個 還擊的 這個自衛的權力了 這個 這個我們來講 講清楚 現在呢 台灣來講 也可以告訴你 台灣的權力 你現在是 台灣兩岸是戰爭狀態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受不了 你覺得不是戰爭狀態 你就要簽定 和平條約 可是你不簽定 和平條約 中國大陸的軍機 到台灣領空 來飛行 你可以打 你可以 這是因為戰爭狀態嘛 你可以還擊 你可以擊落這個飛機 包括運輸機 轟炸機 你都可以擊落 這戰爭法嘛 承認你是戰爭狀態 你擊落他 大陸的飛機 你就要承擔 一爆還一爆的後果 誰先打個第一槍 誰就要承受 承受 對方 這個還擊的 這個滅頂之三 所以 你 你只要敢打 你就打 你為了兩千三百萬人 利益 你為了兩千三百萬人 這個中華民國 台灣 台灣國 那個四個堅持 堅持四個獨立 主權的國家 堅持 兩千三百萬人 台灣人 治理台灣 現在 一國兩制 收回去了 你不接收 我就收回去了 因爲什麽呢 因爲 我覺得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是你大陸方面 單方面提出來的 一樣 讓台灣接收 這個 接收這個一國兩制 你九二共識 是你單方面 九二共識呢 台灣 你單方面 也好 你說是 兩岸共表 一個中國 中國 你沒有說哪一個中國 你沒說清楚 你說得 很厚厚厚厚的 就是 兩岸同表 一個中華民國 是中國 中國的這個 可是中華人民共國 不承認這麽一點 不說這麽一點 說中華民國 王國了 消失了 這個就是一個 錯誤的認識 不完整的認識 這是鄧小平的錯誤 也是中國共產黨的 一個認識上的錯誤差距 那麽什麽是清楚的 可列呢 按照聯合國線上 這國際規法的規則 布林肯說那個 你改變了規則 這個是改變規則 在這裏 所以清楚的地方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能改變聯合國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 你不能改變 你承 這個錯誤也好 沒有 現在 習近平也好 中國共產黨也好 中央人民政府也好 14級中國人民 要承擔 承認這個錯誤 那麽你承認這個錯誤 就要改正這個錯誤 今天 6月10號 6月9號 大海在這裏 提出來這個問題 在改 錯誤和教訓 教育著我們 使我們頭腦比較清醒一點 改正的 知道錯誤了 就要改 君子之則 日月之時 人節見之 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改了這個國號 這個錯誤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的 聯合國的中華民國 那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 這個天下打白 立場衝擊天下白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台灣問題就和平解決了 你承認一個錯誤 台灣問題解決 解決不了 你有戰爭法呀 你有國際法呀 你可以動用你的 國際國家的權力呀 什麽是國家的權力 那麽人民解放軍 就是國家的權力 你這個是機器 法律上授予你這個力量 養兵前日幹什麽的 就是要完成這個任務的呀 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講法律 清清楚楚 責任分明 你因為你是到了中華民國 台灣省這個地步了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人民解放軍 就應該去執行任務 執行什麽呢 執行那些 驅逐那些 搞台獨的 搞獨台的 那些 那些分裂國家的分子 驅逐他們 或者消滅他們 讓他們服從什麽呢 服從聯合國憲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被 中華民國的一個法律責任 把國際法授予你這個責任 你必須去執行 你不執行 你違法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法律關係 這也是個機遇 對吧 那麽呢 這就是遠 深謀遠慮 你沒有遠慮 必有其中 這個問題不解決 你被 你這樣說 含含吾吾的 什麽的 你 你根據法 法律 來制定政策 而不是根據你 鄧小平 你一相親 你自己認為 你自己認為 可以接受 讓台灣來接受 台灣不接受 中華民國 那個 台灣省這個概念 那是台灣省 他不接受這個法律 不接受法律 那麽我就要讓他接受法律 我相信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絕大多數都相信 都承認 那個 台灣是 中華民國 台灣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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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省的 土地 也就是屬於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個最大的 台灣省最大的 這個 所以說 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 為首的中國共產黨 和中 那個 那個 和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 都應該尊重 台灣是 中華民國 台灣省 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樣一個訴求 這個是合法的 合法聯合國憲章的 你重新制裁 制裁 小姐 超級 小姐